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1月7日上午 在范蒂冈保罗六十大厅 主持今年首次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教宗直接进入家庭主题说 在家庭里有一个母亲 每个人都有母亲获得生命 而且在一生当中 她的人性和灵性培育 几乎离不开这位母亲 有许多诗词 许多富有诗意的美好事物 都对母亲赞美有加 可是母亲虽然被受赞美 却很少得到聆听 她在日常生活中 也很少得到帮助 人们很少重视 母亲在社会中的重要角色 反而经常利用 母亲乐意为子女牺牲的精神 以便节省社会开支 教宗继续表示 在基督徒团体内 也有同样的情况 母亲的应有价值 时常不受重视 她很少得到聆听 教宗表示 做母亲不单是生下儿子 也是生命的一项选择 献出生命的选择 一个没有母亲的社会 将是个无人性的社会 因为即使在最恶劣时刻 母亲也知道 时常见证温柔 现身和道德的力量 母亲们也时常传递宗教信仰更深层的意义 在孩子学会的最初祈祷 和最初前进举止中 铭刻着一个人生活中的信仰价值观 这是有信仰的母亲们 不用多加解释 便知道传递的讯息 这些解释随后会来 但信仰的培牙 就在那最初极为珍贵的时刻生根 若没有母亲 不但没有新的信徒 信仰也会失去 其大部分朴素且深厚的温情 感谢观看